為了要提升開幕地区的交通路網 市府這支開票庫地区的道路 希望增加交通的便利 擴大市區的環境 市府要替日前前往六甲多款道路 第二季的工廳來施行 除了其他工廳的董事明年來完工 也要共町的地殖關 出現在進行中多款道路工廳進度 為了提升開幕地区的交通路網 市府這支在山門区跟北門区 各地搭著多款道路的工廳 以前市長委員會特別說 六甲多款道路第二季的工廳市場 也因為第一季工廳的信號非常好 所以市長也期待這個第二季工廳 可以在每年最百年來完工 我們今天來看看六甲外環道的 這個二期工程 事實上一期工程 在完成之後是相當程度的 解決了六甲民眾 他們一個交通 尤其是上下班時間不需要經過市區 那現在二期工程的延伸 我相信一定會比較有幫助 更有幫助 總經費高達1.82億元 那預計呢 希望說明年上班年就能夠完工 除了六甲外環道以外 市長有關心其他地区的 道路工廳的進度 市長有強調 這麼少來的重點就是 南科的住民與國工廳的交通 那我們希望說在曾文區也好 在北門區也好 許多一些過去鄉鎮區的一些外環工程 都能夠比較有效率的完成 讓一方面讓市區的面積發展 能夠建設一步一步的向外擴展 另外一方面也希望說 讓交通的這個部分能夠順利 下一個我們關注的焦點 就是在南科的一些 在善化區安定區 相關的一些外環工程 因為在南科的工作的人口 就業人口相當多 每天上下班通勤 這個部分的交通流量需求相當大 借六甲外環道路的工程分作三期 但台南科無人工後 可以減輕市值165三甲南義八山頂 連外道路的交通負擔 可以讓各地三好連接警告方便 既然國務義六甲區蔡宏博德